你就先去拜祭吧 然后我就好跟我父母说 你说你拜祭什么时候能够 我觉得就是什么 或者那些 问题在一种身上 在我身上我也认 那我没有问题 我也不会30多 30岁了还没接活 好不好 你说一下吧 你如果你拜祭什么时候能够 这个一起能够落下来 我就给我这样的祭祝 我想了一下 就是正常我们 我们谈恋爱 我的三个 我都已经说 这地步了 很多都说我很不要脸 很没有追念 你不要听他们瞎说 其实有些时候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说 就简简单单 长长久久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吗 简简单单 你不要去管别人 咱俩的事就咱俩说 我要去管别人 你一个黑粉骂你 两个黑粉骂你一句 说你这个 说你拉过的事情 就是结婚这个事情 结婚这个事情 我爸也真的没有逼我们结婚 我爸的意思就是能够给一个 就是画个更新网 知道吧 我想说的是什么 你们不要去带节奏 你们不要去带节奏 磨合 我想的是磨合 对简简单单 长长久久 就是不要有这种多的这事啊 是的 就那种 我哥现在本身就已经说 我是你男朋友 你是我女朋友 对不对 先上售后买票 我不玩这些 那老板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想的是 你至少咱们还要磨合磨合 如果快一点 对吧 半年一年的 就是至少我们两个人能够相处 就像一家人一样 那慢一点 快一点 半年一年 半年一年 结婚 那结婚吗 那那感觉对了 那该去登记结婚 就登记结婚 是不是 而且确实现在 我你也知道 你看我 你也知道 那不快一点 就是三四年了 我们今天 我妹妹谈恋爱 她谈了 谈了 三年还是四年 后面 后面才结婚吗 那我不可能 那老板 我现在二十五了 我不可能 要三十岁吧 但是我认为啊 我认为 因为我 我年纪也这么大了 谈恋爱 分手的太多太多了 老板 我想真的是 两个人要互相了解 了解不深刻的话 到时候 那我们两个不一样 因为你 你的话分手的太多太多了 我的话 我 不是我分手的太多太多了 我是说 这个谈恋爱 分手的太多太多了 不是我分手的太多太多了 知道吧 那你要说清楚吗 你知道 不是我分手太多 我都多少年的光棍了 你说我分手的太多太多 我说谈恋爱 分手的太多太多了 就是我们好好的去磨砍 好好去交往 你这才半个月 你让我去订婚 辅持 我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你让我见你爸妈 我也可以陪你去见 但是订婚这个事情 对吧 那是一样的呀 就去咱咱就去着 咱俩我爸我爸爸的意思 像不一天你去我家 然后我们家里就三个猪 然后就把这个关系 呃圈热定下来 就是我爸的话 以后就可以说 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就是有皮肤了 就是那种 知道吧 要不然就很多人 就会来我们家香气 怎么怎么样 知道吧 别人不知道的意思 知道吧 我了解过你们那个订婚 说实话 那 哎 那个东西 我说实话 我我也怎么懂 你说到订婚 其实今天早上 我爸说了 只要我如果他说 他前辈子欠我太多了 后辈子 他说只要我那个就可以了 他也没有谈什么 财力不财力 这些知道吧 财不财力 你们该守的规矩 我知道你们有规矩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 我的观点 咱俩的事情 咱也不要去聊着这样 就是我的意思是 咱俩的事情就咱俩说 对吧 你安抚好你的父母 我安抚好我的父母 就咱们两个人 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 因为我所思感觉 咱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点 那你要给我一个时间吗 你说两三年是吧 这个都是 得看咱们去发展 是不是 那你你天天天天天天连着我 那你说 那你说我怎么给我家人说吗 我天天连着你 对不对 你都要每天的工作 那我怎么去家人说 咱们也去 咱们才半个月 你让我去订婚说实话 没让你去订婚 是让你去给一个答案而已 你那不是 你你你那个 你让我去接你父母 然后给个什么答案 就是我我俩在谈恋爱了 我还给给你父母一个什么答案吗 我好没有面子 没事 帅吗 哎呀 就是我可以去见你父母 但是订婚这都事情不行 你知道吧 可以见你父母 你说啥时候去 老板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没有人让你订婚呀 那见你父母是可以见的呀 但是反正订婚不行 你知道吧 你就直说吧呀 那你不要 不要我们大家都不要 我管完冒假的对不对 我们就直接说就可以了 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不要管完冒假的 我说了我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你们吗 你需要时间 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这个东西我怎么能去预估吗 是咱俩都发展 这个东西 没办法去预估知道吧 你这样的话我压力好大呀 老板你这种感觉就像我在二十年 压力很大老板 我跟你说吧 我这样跟你在一起 真的我每天的压力都很大 我不知道怎么去 跟父母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咱们的事情就咱们处理不行吗 非得拉扯上父母 我父母在我二十五岁 四五岁的时候天天睡 我真的好烦 我只想好好的搞工作 你也理解我一下 我现在确实只想好好的把工作干好 因为你也知道 我也多忙 咱们也花点时间 我们也不能只顾着工作呀 对不对 那见你父母 我说了见你父母没问题 你让我去 啥时候去 我都会抽时间去见一下 聊一聊没问题 但是你说那个 因为我看你前天说订婚这个事情 你不要到时候去了过后 到时候聊得很尴尬 就是我先跟你想订婚肯定不行 好不好 就是咱们你要让我见你父母可以见 就是我也不想搞的 这是什么 就是让你不高兴 因为我要直接跟你说话 接你父母 随时都可以见 我也不是说我怕见不得人 对吧 但是他说如果说你要订婚这个事情 你要去跟你父母讲 我不服务意